欢迎来到林老师课堂 今天的主题是 打造顾客导向公司的经营策略 即使你从未将自己视为服务业 也必须体认现在已进入顾客导向的时代 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司 唯一真正的资产是满意的顾客 大家都很熟悉顾客导向的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来自学界点导读 打造顾客导 像公司的经营策略 即使你从未将自己视为服务业 也必须体认现在已进入顾客导向的时代 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司 唯一真正的资产是满意的顾客 媒体创意人于国定 大家都很熟悉顾客导向的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来自学界或业界调查研究的结果 而是詹 卡尔森成功扭转三家北欧公司的实务经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欧航空公司 卡尔森在1981年接掌北欧航空SAS时指出 在一年当中 SAS总共载运了1000万名乘客 而每一名乘客 在一年当中平均对SAS产生5次印象 每次15秒钟 总共5000万次 而这5000万次的关键时刻 便决定了SAS将来的成败 换句话说 SAS必须利用这5000万次的关键时刻 向顾客证明 他们选择搭乘SAS的班机 是最明智的抉择 为了落实这样的概念 SAS不但取消飞机上的头等舱 改成欧洲舱 逐大以经济舱的导读打造顾客 道 向公司的经营策略 即使你从未将自己视为服务业 也必须体认现在已进入顾客导向的时代 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司 唯一真正的资产是满意的顾客 媒体创意人于国定 大家都很熟悉顾客导向的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来自学界或业界调查研究的结果 而是詹 卡尔森成功扭转三家北欧公司的实物经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欧航空公司 卡尔森在1981年接掌北欧航空SAS时指出 在一年当中 SAS总共载运了1000万名乘客 而每一名乘客在一年当中平均对SAS产生5次印象 每次15秒钟总共5000万次 而这5000万次的关键时刻便决定了 SAS将来的成败 换句话说 SAS必须利用这5000万次的关键时刻向顾客证明 他们选择搭乘SAS的班机是最明智的抉择 为了落实这样的概念 SAS不但取消飞机上的头等舱 改成欧洲舱 主打以经济 舱的价格 享受头等舱的服务 SAS还提供更好的登机设施 机场贵宾式美食 以及更舒适的座位 更重要的是 SAS也将决策责任移转给一线员工 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良好判断做出决策 而不是仅仅依循规章制度办事 任何与服务旅客的宗旨 不服的政策或程序都要删除 要提供顾客稳定而高品质的关键时刻 最好的办法是打造一家顾客导向公司 这种公司的基本特征包括 一与顾客互动的一线员工 有权代表公司做出决策 二中阶主管负责管理资源 使一线员工能更高效地工作 三企业领导者制定公司发展愿景 并激发员工热情 四组织架构扁平 能从一线员工的实际经验中学习 并进一步成长 五愿意完全从顾客的视角 看待所有事物 六智力将公司的焦点集中至 提供卓越服务 将所有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 一家顾客导向公司就能取得非常 显著的商业成功 无论外部金融环境 竞争挑战或任何其他因素 有任何改变 感谢您的收看 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 也欢迎订阅跟按赞 我们下次见